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秋之機 今天是美東時間11月5號星期五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當局批捕 韓國最大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出爐 對中共態度強硬 歐洲一星期新增近180萬例確診 日本疫情下降 中共貴州地下黨創建人家屬揭露中共迫害 中共六中全會前夕 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週五被當局逮捕 中共官方多次點名孫力軍政治團夥 聲稱要深挖徹查 週五 中共基監委通報 最高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 正式逮捕孫力軍 孫力軍去年4月19日被調查 5月8日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長職務 今年9月30日被雙開 孫力軍是中共前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的大秘 被官方通報告團團伙伙 孫力軍的公開身份主要有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公安部一局國保局局長 公安部26局局長 和中共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港澳台辦主任 其中 國保局是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重要工具 610辦公室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為了迫害法輪功專門成立的非法機構 明慧網引述評論人士的話 揭露孫力軍被中共官媒隱瞞的三宗大罪 一是迫害正義律師 二是迫害法輪功學員 三是迫害香港抗爭者 據明慧網報導統計 孫力軍2013年接管公安部一局 任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後 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件急劇增加 新唐人電視紐約報導 中國網球名將彭帥2號發文揭露 與前中共副總理張高麗有婚外情 事件第二天 3號中紀委公布了天津八項違規案件 而案件大多與張高麗主政天津時有關 專家認為這是習近平敲山震虎 張高麗性侵醜聞曝光第二天 11月3號 中共紀委突然發布天津通報的8起 違反中央8項規定典型案例 案件大多涉及張高麗擔任天津市委書記時 推動的房地產開發項目 前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認為 張高麗醜聞爆發絕不是偶然的 因為中共有自動排查機制 這類的貼文能讓他發出來涉及內鬥 是習近平敲山震虎 張高麗來講在調中央之前最後做過天津的市委書記 天津一直是江派來把持的 天津幫現在最大的後臺其實就是張高麗 在這個時間點上去把他的醜聞爆發 包括這個中紀委去把這個八名委記的情文公布出來 其實就是目的很明確 去年底習近平把習家軍廖國勳調往天津後 天津政法 紀檢 交通等多個系統高官陸續落馬 當時就有傳言習近平清洗江派天津幫 張高麗被鎖定 天津市在張高麗當政期間實際上就已經爆出來過很多的醜聞 這一次不論這個醜聞本身是不是故意在這個時機點上釋放出來的 但最後的結果它一定會讓江系的人馬 在六中全會上他們想爭奪的某一些人事安排會受到影響 對於張高麗是否會因醜聞曝光而倒臺 李元華說 中共從上到下貪飲 他們要扳倒政敵 會用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比如拒貪什麼的 所以他們可以以這件事情打擊政敵 也可以用這件事情我去調查你 把你別的問題搞出來 但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給你安罪名 然後去把你拿下 但可以用類似的事情敲山震虎 去讓政敵有所收斂 現年75歲的張高麗是江派鐵桿人物 2012年受江澤民提拔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 第二年任國務院副總理 2018年退休 醜聞曝光後 張高麗涉及金融詐騙、天津爆炸案等 諸多黑歷史也遭棄敵 新唐人記者李韻、劉芳採訪報導 週五 韓國前檢察總長尹熙悅當選最大在野黨 國民力量的總統候選人 尹熙悅多次強調美韓聯盟的重要性 希望加入四方安全對話 她在今年7月因為表達了對中共的強硬態度 遭中共駐韓大使的指責引起關注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週五宣布 韓國前總檢察總長尹熙悅 獲得黨內47.8%的投票 擊敗黨內競爭對手 正式成為該黨總統候選人 尹熙悅承諾要重點重建美韓聯盟 並希望加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四方安全對話被視為是在印太地區制衡中共 關於朝鮮核威脅 尹熙悅曾說 韓美兩國在計劃全新應急程序 通過定期演習提高核武器的可靠性 對於韓中關係 尹熙悅之前表示 只能在韓美聯盟礦展內與中共展開外交 並肯定了美國在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 中共駐韓大使辛海明隨後連發署名文章 批評尹熙悅的外交和安保立場 韓國政界指責辛海明是干涉韓國大選 另外 韓國經濟道知識李在明 獲得韓國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資格 李在明承諾 對朝鮮實施隨進政策 並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實行務實的外交政策 有分析認為 在美中經濟競爭 以及各種經濟困境的形勢下 兩位候選人的激烈競爭 或加劇韓國國內兩極分化 新唐人記者 畢欣慈 宇威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週五 德國武裝部隊總監察長佐恩 訪問日本自衛隊在東京的軍事基地 這是二十年來 德國官員首次訪問日本 德國武裝部隊總監察長佐恩 首先會見了日本自衛隊總參謀長 山崎昊 passes 出席 同一天 德國護衛艦拜仁號抵達日本 這是近二十年來 德國首次與其他西方國家一起 擴大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德國白人號護衛艦8月2號出發 將進行為期7個月的航行 途徑澳大利亞 日本 韓國和越南 預計12月穿越南海 成為2002年以來 第一艘穿越該地區的德國軍艦 新唐人記者一文 林明迪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中共病毒疫情 週五除中國大陸以外 全球超過2億4800萬人確診 約503萬人死亡 日本放寬了商務人士和留學生入境 歐洲一星期 新增加近180萬例確診 歐洲一週新增180萬例 比上週多6% 死亡人數上升了12% 無論是疫苗覆蓋率達68.1%的英國 還是只有三分之一人口完整接種疫苗的羅馬尼亞 Delta變種病毒仍持續發威 羅馬尼亞兩週前達到疫情高峰 單日新增18000多例 當局上週強制要求進出大多數公共場所 出示健康碼 戴口罩 並且重新消禁 雖然目前新增病例已經下降到峰值的一半 單日死亡人數仍高居不下 週二達到589人 創下疫情以來記錄 當局稱 醫院系統已經達到極限 重症監護病房已經沒有床位 日本疫情逐漸緩解 週四新增311例確診 死亡人數維持個位數 當局週五宣布 11月8號起 完全接種疫苗的商務人士 留學生和技能實習生 入境檢疫從10天縮短為3天 預計將增加商務客流量 日本厚生勞動省週四同意 擴大抗體肌微酒療法 藥物羅納普雷夫的使用範圍 首次用於密切接觸者等的發病預防 這種藥物混合了兩種抗體藥品 可有效預防重症化 使住院率降低70% 厚勞省7月作為特例批准該藥 用於治療輕中度中共病毒患者 現擴大作為密切接觸者等的發病預防藥物 國外臨床實驗結果 密切接觸者用藥後 發病風險減少了81% 無症狀病例的發病風險 降低了31% 該藥已在英國等20多個國家 獲得緊急批准 新唐人記者李梅 林一綜合報導 11月3號在愛達河州伯伊西的劇場內 不時傳來陣陣掌聲 現場喝彩聲不斷 人們在觀看了美國神韻環球藝術團的演出後 久久不願離去 有觀眾表示 神韻傳遞出的能量鼓舞人心 音樂 分享欢迎在中国之间中和大体感应分享 里面的分享 还在最后都会看到我们的同城市 议会有一次认识 这就是我们的认识 中国中国大体的静谱 mixture是怎么在中国 很难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程度 我感到让取asm capitalize 运动会在青春的国家 议会有关质人的 圆满政制官方法 这对美国在美国和中国的影响非常有影响 我生了在俄罗美国 我明白生活以下的共产党的规则 我对中国人们的尊敌人们的尊敬 第三次观赏神韵 前电厂公司老板奥尔加·科昌说 神韵不畏邪恶 凭借对神的信仰 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搬上舞台 揭露真相、对抗邪恶 勇气令人敬佩 希望所有人都在意义 都会在一起 帮助阻止这个邪恶 中国共产党是人们的最邪恶的力量 对吗 有千万人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团队 这不是一个政治的 这是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团队 为不祥之兆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讲真话的代价 有时会很沉重 但是我们的真相之旅 不会停 欢迎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新唐人新闻频道 请搜索新唐人新闻频道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节目 请您关注我们 点赞留言 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看见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再来看到 北京地铁19号线4号突然发生坍塌事故 引发关注 而事故发生在中共六中全会前夕 也令外界认为是不祥之兆 11月4号 北京地铁19号线右安门站附近 突然发生坍塌事故 现场视频中 一位女士说出大事故了 另一段视频中 许多人和车停留在马路上 现场很大一片区域被交警封锁 许多民众在外面围观 有交警拿着大喇叭高喊 实行交通管制了 北京开阳里附近 一酒店员工李女士告诉新唐人 地铁19号线塌方后 现场封路了 北京市民陆先生说 出事之后中共选择封锁消息 越是这样 越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这个19号线地铁塌线 在我看来就是中共国常见的这种事工安全事故 因为它这个腐败体制 导致它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工程 都会有这种安全隐患 今天这个桥塌了 明天那个楼倒了的 而它这个数量呢又非常的大 就是这种事故非常的多 地铁19号线尚未完工及他方 引起舆论关注 适逢中共六中全会 将于11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 有网友调侃 这是不祥之兆 据报 北京地铁19号线一期工程 预计2021年底开始尝试运营 全线设计最高运行速度 每小时120公里 是北京市内首条高速试跑的新线路 11月3号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介绍 年底北京地铁将有一批新线开通 但有社会舆论表示 这次地铁塌方事故 民众可能对地铁的质量和安全性能 产生怀疑 新唐人记者李珊珊 李韵 王子珍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 原中共贵州第一个党支部创建人廖正元 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 她的六个子女中有四个被送入精神病院受迫害 还有一双儿女被逼自杀 廖正元的女儿苏珊如今移民来到美国 她希望能有更多中国人觉醒远离中共 洛杉矶居民苏珊表示 她的父亲庙正元共有四名子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她的父亲被说成是叛徒 其中有四名子女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迫害 除了她被多次送到精神病院迫害 亲弟弟也因此被说成是精神病 妈妈又把我弟弟送到武器干校上学 然后武器干校不让他上学 就说我父亲有问题就不让他上学 然后就把他撵出来了 然后说他也没有权利上学 然后说他也是精神病 后来父亲被平反后 他们举家回北京居住 但弟弟因为被说是精神病而选择自杀 苏珊还提到一次在南方做生意期间 因为想出国但不知道需要护照 她就直接通过海关去香港 便被拦截下来 并被总参三部的人抓捕 最后一次送入精神病院迫害 回去了以后就说我是精神病呗 就给我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了 一到精神病院我就跟医生说了一下午 就说我的情况 我说我不是精神病 第二天他告诉我 他说我们也不认为你是精神病 但是我们院长认为你是精神病 我作为医生我没给你吃药 但是我们这不是旅馆 你顶多你住一个星期 就要出去 他表示他很高兴让他回去 没想到两天后医生找到他说 总参三部让他的妹妹来替换他住院 他出院不久 他的妹妹就自杀了 那年是89年 他的妹妹当时只有34岁 他指出他痛恨共产党 把他们迫害的家破人亡 因此他呼吁中国人赶快觉醒 远离中共 新唐人记者杨阳 徐秀慧 洛杉矶采访报道 美国东令十七号开始 纽约加强冬季交通执法 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讲真话的代价 有时会很沉重 但是我们的真相之旅 不会听 欢迎订阅我们的新频道 新唐人新闻频道 请搜索新唐人新闻频道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节目 请您关注我们 点赞留言 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看见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欢迎回来 在美国马上就要进入冬令时了 纽约市警方周四宣布 将加强冬季交通执法 希望大家重视黄昏 与夜间驾驶的安全 今年冬令时从7日凌晨2点开始 调好时钟进入冬令时后 到明年2月底前 人们将看见警察在半网后 加强对道路安全的执法 我们的警察会在晴晨 会在晴晨上搜索 在晴晨上搜索 会在飞行者 在飞行者 和飞行者 在飞行者 在飞行者 和飞行者 在飞行者 我们真的需要求 让飞行者 慢慢轻轻 黄昏与黑暗交通安全计划 今年进入第六年 取得成效 我们比较几千年 之前晴晨和晴晨 和之后 我们看到平均年纪的 适合一般的死亡 交通局人员提到 拥有测速摄像头的学区 超速驾驶的情况 减少了70%以上 然而去年约有近30%的死亡人数 发生在夜间和周末没有运行的测速摄像区 与会者呼吁钟离立法 让测速摄像头24小时工作 新唐人记者李灵昭 郭瑞 纽约报道 欧佩克组织和盟友在周四的会上 同意继续执行自定的增产计划 美国页银油商则认为油价上升 拜登应该撤回反石油政策 而不是去恳求欧佩克增加产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10月4日公布最新数据 该组织的粮价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上升 10月更是来到了10年新高 加拿大 俄罗斯和美国小麦产量减少 使价格明显上升 植物油则因需求旺盛而涨价 Airbnb公布第三季财报 获利为8.3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大增280% 随着疫苗接种率上升 Airbnb持续受益于旅行需求复苏的趋势 第四季业务将保持强劲 旅游需求预计将延续到2022年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第三季全球芯片销售量达到35.49亿平方英寸 既增3.3% 年增16.4% 再次创下新高 该协会预计 接下去三年全球芯片销量将成长6.4% 4.6%和2.9% 近他人记者政治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去到有200年历史的凤仪书院 体验学堂古风 在高雄的凤仪书院 是台湾最大规模的清朝书院 有200年的历史 经过10年整修 2014年书院重新开放 下面一起去重温传统古风 拥有200年历史古色古香的凤仪书院 是一座以木构屋架 搭配燕尾式屋籍的传统建筑 是台湾现存最大的清朝书院 经高雄市政府重新整修后 不仅保留住当时的建筑风貌 也注入新元素 公载和展览 让参观民众 以有去吸引的方式和历史互动 在103年时候 花了10年的时间整修 它我们也尽量去还原 它原本的空间使用 书院的空间使用的一个配置 它其实是以前的试院 那也有人说是曹公尺 那它也是属于历史古迹的一部分 凤仪书院原本是一所 民间新办的学校 日治时期曾一座医院和宿舍 目前是设定三级古迹 而经园区以科举考试为主题展 学设和逗趣的可爱公仔 活化书院空间 让探究历史和古迹变得更有趣 当时在设计 我们是希望它给年轻人 比较容易亲近的一个体验方式 让他们来认识以前的人 念书的地方 跟你现在在学校 念书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生动有趣的公仔 以及过去人们生活的古物件 也有官府体验区 让游客互动拍照 留下美好回忆 还能寓教娱乐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方雅贤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